昨天暴徒打烂完那些东西 还要歪曲事实 诬蔑警察 企图掩饰他们和他们同党的罪行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 有个别的媒体 刻意去转发这些假的信息 当中只是轻轻加一句 有传 可疑 或者 有可能 就将这些假消息 无限放大 无知的人见到 不去思考就会先入为主 信以为真 这些假消息 不断地危害我们的香港社会 警方在此重申 破坏中国人寿大厦 破坏汇丰银行 破坏咖啡店 淘污法院 挖砖 丢汽油弹 放火 堵路的 全部都是暴徒做的恶行 暴徒的支持者 不要再为暴徒找藉口 开脱罪名 无论如何掩饰他们的罪行 警察都会追究到底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